阮医生,你是杜小宇的管长大夫,你应该密切关注她的状态。 等等,听说你喜欢我结局前瞻,男女主喜或双胞胎,谈雅,软朗亦难停。 一,男女主喜或双胞胎,虽然凝想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亲妈妈,但是她身体里的脑瘤,就像一颗定时炸弹,终有一天会爆发,最终凝想极有可能会遗憾去世,而软流争和凝制千也会因为凝想的去世,开始珍惜眼前人,不再被爱多爱少所羁绊。 最终软流争和凝制千破禁重圆,甜蜜完婚,与此同时,两人最后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双胞胎,一个取名凝郁,意思是凝制千很庆幸遇见软流争,另一个取名凝回,意思是庆幸软流争回到了凝制千身边。 而小女儿凝回,也轻松拿捏凝制千,让凝制千那颗被原生家庭所伤害的心,再次焕发生机。 一,而软流争也有了自己的小夹克,每天都会替自己出气。 二,程周宇,丁一元甜蜜闪婚,在最新剧情中,程周宇举报丁院长的事情,被人揭发,陷入了对动的尴尬境界。 但是,丁一元却在父亲面前极力维护程周宇,认为程周宇是一个不畏权势,心地善良的人,而程周宇出身卑微,父亲早死,母亲又是一个服务员,一下子就拉开了自己跟丁一元的差距。 不过,程周宇并不在意,一心只想在工作上证明自己。 对丁副院长而言,他根本不在乎钱财,而是害怕程周宇对丁一元不好,更害怕丁一元难以适应贫穷的生活。 最终,程周宇用自己的真诚打动了丁副院长,与丁一元甜蜜闪婚。 最令人意外的是,程周宇和丁一元这对的情侣,竟然和男女主一起举行了集体婚礼,也算惊喜收场。 三,谭雅拒绝软朗,做回朋友,面对老公江城的多次出轨,谭雅终于不再忍气吞声,而是拿出行车记录仪中的录音,让江城和那个第三者哑口无言。 最终,江城主动离婚,把房子和一半财产给了谭雅。 这一江城,最后落下下半身瘫痪的悲惨下场,而那个第三者也成为没有知觉的植物人,也算最有应得。 按理来说,谭雅结婚后,阮朗就有机会追求谭雅了。 但是,谭雅已经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,不愿再陪住一个男孩的长大,最终谭雅主动与阮朗保持距离,而阮朗看到自己默系,便做了谭雅女儿的干爹,默默守护住谭雅这对母女。 不得不说,谭雅和阮朗的结局太过意难平。 不过,放在现实生活中,相信很多女性都会赞同谭雅的做法,不能因为一段失败的婚姻,就随随便便嫁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。 谭雅毕业后直接去了北亚医院,也选择了和江城结婚。 确实当年江城看谭雅的眼神充满了爱意,这是做不得假的。 如今谭雅是护士长,也有了女儿丫丫,谭雅和阮流征是闺蜜。 阮流征的弟弟阮朗对谭雅一直有意思,阮流征去非洲重遇旧爱宁之谦,回国后戒调到北亚,更是成为她的学生。 两人有可能旧情复燃,可谭雅的感情却出了问题,江城骗谭雅去出差,其实就是在和傅晓慧约会。 如果不是江城的领导有事找她,她特意提了一嘴,她可能会一直被蒙在鼓里,谭雅阮流征戒酒消愁,谭雅大醉,阮朗来接他们,最后还照顾了谭雅一个晚上,谭雅和阮朗在吃饭。 却没想到江城挽住傅晓慧的手进来了,然而江城脸皮够厚,她迅速推开傅晓慧,然后戴上结婚戒指,并且倒打一耙。 之后,阮朗又看见江城和傅晓慧一起吃火锅,她往锅里倒了不少烟头,傅晓慧叫闹,却被江城阻止,因为她心虚出轨被发现。 谭雅还以为江城这次真的出差了,直到阮朗告诉她真相,谭雅要离婚,江城婚内出轨,属于过错方,极有可能近身的出户。 然而此时,江城却转性了,让谭雅再给她一次机会,想助女儿压压,谭雅心软了,可是这一切都是江城装的,她不能以婚内出轨的理由被离婚,压压生病,江城正在开车带祝福小慧去约会,谭雅打她的电话。 她最终没有接,傅晓慧看到谭雅的电话,要江城表明态度,可是他们不会想到,这一切被行车记录一录了下来,江城死了,都要爱傅晓慧,她扭头去轻抚小慧时,没有注意前方的车,结果出了车祸,那句死了都要爱真是一个讽刺,本来在团建的宁志谦和软流争敢回来,救的就是他们,这样的结果。 谭雅早就有准备,因为之前她就有离婚的打算,对于救下江城和傅晓慧,她让软流争不必介意,换作是她,她也会救,其实如果江城有一点良心,接了电话,去照顾鸭鸭,她可能就不会出事,这也许就是老天对她的惩罚。 当然,也正是谭雅的这一通电话,让江城和傅晓慧付出惨重代价。 如果不是傅晓慧吃醋,要江城的态度,江城专心开车,可能就不会出事,可恨的是江城和傅晓慧的父母还来找谭雅的麻烦。 但在证据面前,他们无话可说,谭雅也算人至意尽,如果走法律城市,江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,而鸭鸭突然生病,可以说是冥冥之中对江城的考验,可惜她没有通过。 如今的结局,只能是她就由自取,阮刘征生下女儿宁愿愿,宁智谦抱住不撒手,薛伟林含泪送上祝福,看住阮刘征和薛伟林越走越近,宁智谦的心理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,她本来以为薛伟林只是一个花花公子,追求刘征也不过是玩玩而已。 可后来薛伟林竟然舍身为刘征挡了一刀,宁智谦这才意识到薛伟林是动真格了,她也不得不打起了十二分精神,是要将刘征追回来,在阮刘征的心里,一直都有宁智谦的一席之地,根本不需要宁智谦怎么努力,只要稍微给她一点甜头,阮刘征就会重蹈覆辙再次爱上她。 宁智谦重新向阮刘征求了婚,她也不再独断真心,反而一切都十分尊重阮刘征的意思,两人重新办了婚礼,重新拍了婚纱照,时隔六年,他们重新拿到了那张鲜红的结婚证,都说小别胜新婚。 这对小夫妻婚后直接修了一个月的假,到阮刘征最喜欢的马尔代夫度蜜月,这一个月是她此生最幸福的时刻,不久之后阮刘征的立假迟迟未来。 出于一名医生的直觉,她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怀孕了,去医院做了检查后果真如此,六年前她宫外运作了一场手术,医生说她伤到了奴体,今后很难怀孕,没想到上天竟然眷顾他们,这才重婚末多久却又怀上了。 宁智谦得知这个好消息后乐的合不拢嘴,直接大变样,成了一个贴心大暖男。 把阮刘征宠上了天,十个月后,阮刘征平安淡下了一个白胖丫头,宁智谦当爹后嘴角都绷不住了,抱着乖女儿一分一秒都不想撒手,还给她取名叫做宁怨怨,希望她所有的心愿都能如愿。 看到宁智谦对怨怨这磨的疼爱,阮刘征的心里都有些吃醋了,宁智谦哄完大的哄小的。 忙得晕头转向,得知阮刘征母子平安,薛伟林也第一时,坚为他们送上了祝福。 虽然输给了宁智谦她心里很难过,但她是真心希望阮刘征能够收获幸福,如果宁智谦敢做什么,对不起她的事。 她薛伟林第一个不答应。